RayTV 大家好,我是Ray 那上次呢 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NFC的功能在Nokia 8.1 這個手機上該怎麼去用 那甚至有問到說 一開始的申請作業該怎麼去申請 那我想說簡單拍個影片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用東西申請很簡單 我舉我的例子為例好了 那Ray我用的是中華電線 那中華電線的話你只要申請 呃,不是申請,你只要下來這個APP HamiPay這個APP裡面 然後打開裡面,像目前大家看到的是 我已經有預設一張卡片了 最像是UO卡 那你除了這張UO卡之後還可以申請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新增卡片 你可以去申請很多 一般的票證卡,那一般的票證卡裡面 就有分為UO卡 一卡通跟iCash 2.0 成功會有三種 那你也可以申請信用卡跟信用卡 然後還有一個申請市民卡 市民卡會有分一卡通 這邊有桃園卡、海南卡跟金門鮮明卡 那總共會有這幾種 那其實呢 呃,如果你只是想要單純一點使用的話 你不要申請這麼多喔 因為你申請兩張以上的話 你還必須更改預設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預設的 這邊有一個預設的票卡 那他就是會 那如果說你想要申請簡單一點的話 我建議是只申請一張就好了 所以你要考慮你到底是要申請哪一種卡 你要申請UO卡 或者是卡通 或者是iCash 2.0 這三張卡我建議是選一種就好了 那像RID的話本身之前是 預設的話 因為當初最早開通 這個手機SM卡的功能的話 是這個UO卡最早開通的 其他兩家是比較晚開通的 所以呢我當初就申請UO卡了 那UO卡的能試用範圍也比較廣一點點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說 如果你不知道申請怎麼卡的話 那就選擇一下上UO卡 那UO卡申請很簡單喔 其實你就準備你的雙針鍵 然後到你的電線的門市 去跟他說你要申請 SM卡的UO卡的功能 那告訴他 然後申辦充電線交給他就可以了 那不懂的話呢 每次下來就會協助你做申辦 那通常呢 像RID之前辦的時候啊 第一次都是免費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啦 我之前申辦中華電線的時候 他是第一次是免費的 然後第二次如果你要申請的話 可以回去好像有一個手續費 還是換卡費之類的 因為你的SM卡的話 需要換成新的SM卡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申請完成之後呢 大概 我記得好像馬上就可以開通了 然後呢 申請完之後 你就當成一般UO卡這樣使用就可以了 你要儲值的話呢 就是一樣 跟UO卡一樣 去解運站或超商 然後把手機給他 放在UO卡機上面的時候 然後去做儲值的動作 那你刷卡也是一樣 刷卡一樣把它放在儲值機上面就可以了 那你搭接運的時候也是去避一下 那要集成U-Bike的時候也去避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邊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喔 我個人用的一個小小的心得啦 如果你在刷超商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幾家超商感應並不是那麼靈敏喔 我目前測試下的結果 最靈敏的是統一超商 他的基本上跟 刷UO卡跟刷U-Bike一樣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你刷其他超商 比如說刷全家或刷 來有負等等之類的 他的感應比較差一點 可能是他接受機器的問題啦 可能他們的機器 可能感應靈敏度比較沒有那麼準 你可能要稍微追一下 那如果沒刷出來的話 可能就請他再稍微移一下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子 其他用起來都蠻正常的 刷UO卡、捷運、刷公車 都感應上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很正常這樣一般使用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不知道這樣子有沒有解決大家的疑問呢 如果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今天影片也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賞 RyTV只要是分享國內要有旅遊 3C開箱、美食店家 以及生活方面的日常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幫你動一動的接收喔 幫忙按讚以及分享 以及不要忘記訂閱以及開啟鈴鐺 對影片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有任何問題以及連結合作 歡迎來信 如果每天都更新影片 歡迎您鎖定欣賞 謝謝大家